還記得那個國小 每次都很喜歡去福利社買那個 蘋果麵包 習慣買來都把它剝成兩半 留著第二節第三節下個詞 再來這個蘋果麵包 不管你去哪邊買 它的口感跟味道都是一樣的 最厲害的 不知道這是只有一個老闆會煮 還是每個老闆的配方都一樣 神奇的配方 不管放幾天那個口感都是一樣 你在一般麵包店烘焙榜還不一定買得到 應該是買不到 只有在那種雜貨店啊 福利社買得到 因為我就很好奇啦 到底這個蘋果麵包 裡面到底有什麼秘密 竟然可以在台灣存活了將近60年 成為大人小孩的回憶 然後我參考一下網路上的做法 你就找到一個看起來 還算靠譜的配方 製作麵團第一步 就是把牛奶、砂糖、鹽巴、雞蛋混合一下 然後酵母跟水也混合一下 在麵粉加入牛奶、雞蛋攪拌一下 再接著加入酵母水 等到麵團有了筋膜以後 這時候再加入奶油了 這時候麵團它就會越來越柔軟 筋膜也會越來越薄 像這樣子 這樣子就可以了 然後整個圓鬆弛鬆弛 避免人一下趕開的時候它會容易回縮 找一個我覺得比較適合的壓膜 大概只剩下這個我上次買來 用過的鳳梨酥膜比較適合 那用這個模子壓一壓以後 網路上說 這表面在搓上擠著洞 這樣子烤起來呢 它會碰得飄飄亮亮的 就當這一切看起來順利 我也有點滿心期待的時候 這個 怎麼跟我昨天吃的槓子頭有點像呢 難道就是上天的安排 一個美麗的錯誤 連吃起來的味道還真的有點像槓子頭 不然這一次呢 我們就不做蘋果麵包了 改叫槓子頭你覺得怎麼樣 不要瞎掰好嗎 好了查一下呢 原來我少了一個步驟 就是這個麵團呢 必須經過這個壓麵趕折 這樣子呢 這口感吃起來才會更綿密更Q彈 只不過就每次趕折麵團 都必須冷凍20分鐘 而且要反反覆覆 8到10次 所以光等待啊 就要 我算這樣 12000秒呢 這不是要等到 有時候就是這樣 等待不一定會有結果 但不等待呢 一定不會浪費時間 所以今晚呢 我想來一點 一樣可憐 請大家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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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這可不可以等那麼久 不過感覺 小朋友好像還蠻喜歡的 算了 這次 不跟你買貓糧了 你就先吃這個唄 其實網上啊 有關蘋果麵包的食譜 跟做法 好像沒有特別多 但新聞採訪的影片 倒蠻多的 這間專做蘋果麵包的老闆 就分享他製作的過程 我沒有連配方一起分享一下 終究是商業機密嘛 等一下 這老麵呢 哇哦 原來它叫老麵 還有這個麵團的質地 對呀 你看它這個麵團攪拌起來 它這個 感覺就跟我 一開始攪拌的不太一樣 它的麵團看起來比較粗糙一點 好像沒有非常的柔軟 它驚喜沒有非常的強 蘋果麵包出來了 大家都 全台灣都來買呢 拿一個鞋子轉左拉車睡覺 脫個槍 再來用壓面機壓耶 所以家裡面會有 會有壓面機 老實說公寓散其事嘛 所以先買壓面機囉 老麵一定是關鍵 所以這一次呢 我們先來製作老麵吧 好不好 先把酵母跟水混合一下 麵粉裡面呢 加一點少許的鹽跟糖 多少可以幫助一下這個發酵跟麵團的延展性 再來呢 我們把這個酵母水加進去 把它攪拌成團 這種攪拌的時間呢 就不用太久了 一樣呢 我們先來發個3600秒吧 再來就是做煮麵團 麵粉 奶粉 雞蛋 奶油 酵母跟水 全部把它加在一起 它影片裡面是這樣做的 還有關鍵的老麵 這次奶油呢就不厚加了 因為等一下呢麵團還必須經過一個非常重要的步驟 有沒有 看這麵團的樣子 是不是跟新聞採訪中的一毛一樣 別吵 其實壓面機的作用呢 就跟手工揉麵是一樣的 這樣反覆的壓面呢 可以使這個麵筋增加 讓這個麵皮變得光滑有彈性 口感呢也會更綿密啊 你的怎麼破皮了啊 沒事沒事 第一次嘛 第一次總是會比較容易破皮 而不想破皮呢 現在就可以像師傅這樣撒一些手粉 這樣防沾 等到麵團呢 表面壓出光滑 這樣子就可以啦 敢壓增添Q彈度 把四方膜往麵皮上一壓 繞出了餅型 幹嘛 誰叫這幾個預算透支了 買不起壓模器的喔 這個 先用這個煎蛋膜先頂著吧 然後再壓個幾條溝 搓幾個洞 這個不就省下壓模的錢了嗎 不知道 哇 這個跟原版的蘋果麵包 還是有很大的差距嘛 對不對 大概還有五個小朋友的差距吧 不過有比之前的槓子頭還有 一樣口量好吧 表面紋路不明顯以外呢 麵包的組織 還是有點紮實啊 沒有綿密的組織 也沒有鬆軟的口感 難道是牛奶加不夠 就是加太多牛奶 麵糰又太軟 加太少又 等一下 沒錯 就是它奶油啊 比起我家的奶油 確實少了很多 除此之外 它也用了大量的雞蛋 還有老麵 哇 就是要傷腦筋了 這個 但是以我這個火眼精心的判斷呢 這個 雞蛋奶油跟老麵 這用量應該都還蠻接近的 好吧 那我就先用1比1的這個方式下去試試看 好 然後這次呢 我把糖呢 改成了糖粉 讓它比較快融入這個麵糰 然後加點奶粉 再來高筋麵粉 酵母 再加點蘋果牛奶好了 好吧 這樣真的就名副起始的是蘋果麵罷了吧 好吧 看起來這樣子還挺接近的嘛 對不對 所以這次小人歌到底能不能成功呢 好 沒錯 就是它 回來了 你說什麼 我感覺到 全部都回來了 是童年的回憶回來了 拿在手上 那輕盈的重量 水裡吃著 那鬆軟的口感 飄著那淡淡的蘋果香味 好啦 其實加蘋果牛奶 還是沒有小時候吃的那種 這麼香啦 但是自己做的 吃起來總是特別的香嘛 就像劉伯伯講的嘛 困難才能帶來進步 人生 有時候就是這樣喔 不先常常槓子頭跟營養口糧 硬到靠背 怎麼會珍惜蘋果麵包 鬆軟綿密的滋味呢 還有花了我1798大洋的薪水 最後總結 除了比例上的影響呢 重點還有這個 反覆壓麵 可以讓這個麵包的表面 更光滑細緻 口感呢 那確實也會比較有彈性 還有發酵也是個重點喔 有發酵功能的烤箱呢 只需要一個小時的發酵 但是沒有發酵功能的呢 最好有發兩個小時以上 發酵後的體積呢 至少要1-1.5倍的大小 這樣烤起來口感呢 才會比較鬆軟啊 現在長大 你吃到了這個蘋果麵包 你會想起什麼呢 是你的數學老師 還是你的出品 我只會記得上課偷吃的時候 特別的香啊 很珍惜喔 很珍惜喔 像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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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舊 哈哈